来看到金价实在金条贵三三连涨了九天了 因为美国联准会不排除实施第三轮的量化宽松政策 再加上欧债的危机 国际资金现在是蜂勇逃到了黄金市场来避险 昨天的金价每一两是最高突破了1590美元 是1594.4美元 创下了历史新高 而市场普遍预期金价将会标破每一两1600美元 甚至大胆预测说 在年底之前这金价是渴望上看1700美元的